可能外国人永远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在中国一个80岁的老人 要管一个8岁的小姑娘叫奶奶 这就是传统文化中的辈分 在相声界的领头羊德云社 就有这么一位演员 他虽然岁数不大 辈分却奇高 他就是谢金 12月4日 德云社辈分最大的谢金 发了一组儿子的照片 并说出了对儿子一周岁的祝福 他在微博上激动的发文庆祝 可是评论区却被德云社的粉丝玩出了花 为什么说谢金是德云社辈分最高的呢 谢金的父亲谢天顺 也是一位著名相声演员 出身相声世家 是第五代宝字辈捧根名家 师从郭荣奇老先生 谢天顺的祖父谢瑞之 父亲谢书阳 都是单贤名家 在老郭有心翻这档综艺里面 郭德纲曾讲过关于谢金辈分的问题 郭德纲表示 子随父谢金拜师只能找一位宝字辈的相声演员 可是哪有这么多宝字辈的相声演员在世呢 于是郭德纲便与李文山商量 让他以戴拉师弟的方式 让谢金拜已故的相声名家王世辰为师 于是谢金取得了自己在相声界的辈分 也就是文字辈 谢金的辈分高到底有多高呢 要知道 德云班主郭德纲才是名字辈的 而文字辈的谢金 自然成了郭德纲在家谱上的诗书 但是谢金为了表示对郭德纲的敬重 两个人一直是兄弟相称 郭德纲老师的徒弟们 辈分顺应往下排 都叫谢金师爷 所以德云社粉丝都管谢金叫师爷 或者叫大辈 最惨的是上小菊刘晓婷等人 他们作为郭德纲老师徒弟的徒弟 要管谢金叫师祖 因为谢金辈分大 所以谢金的儿子自然也是水长船高 成了德云社演员们的小师叔 德云社的粉丝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评论区玩起了队形 有的说郭麒麟的大爷生日快乐 有的说高小辈的爷爷生日快乐 用相声的专业术语说 这些粉丝在这玩伦理梗 故意占德云社演员的便宜 但是人家谢金的儿子辈分就是大 您还不能说人家说的不对 谢金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初心 这个名字大家一看就知道 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 不能忘记自己当初的本心 谢金之所以在德云社得到优待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父亲谢天顺 谢天顺老爷子是德云社元老级别人物 在德云社的创立初期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以说整个艺术生涯的后半生 都献给了德云社的相声事业 而谢金在德云社并没有因为自己辈分大 就去欺压别人 恰恰相反 谢金把自己的大倍 变成了德云社舞台上的一个包袱 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高别人一等 谢金心里很明白 曲艺界有句俗话 有钱大三倍 自己在德云社赚钱养家糊口 如果端着大倍架子 那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谢金虽然年轻 却并不弃圣 他的处事之道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